下去 下去 不能彎曲 下去 坐下去 腰往那边 膝盖不能跑掉 我强迫你 膝盖不能跑掉 你要下去 好 起来 胯推起来 身体松 吐气 松掉 下去 哇 太难了 这个很难 对 这个胖 这没办法 那你 你就这样练 练啊 我上次不是有教吗 练啊 这就是胯 就是练胯啊 下去不能往前推 膝盖不能往前推 如果膝盖没力 那怎么练刚才 小姐没力就练到她有力 就是要练她的 武术就是 你透过自己的努力 把你不能的练到人 把你不会的练到会 一种自虐的情况 懂得吗 所以武术会让人成长 武术会给人自信心 真实的自信心 就是你把不能的 经过你的努力变成能的 你不会的经过你的努力变成会了 你就知道 我的现在的 我现在的成就 我现在的成就 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 所以我要任何 达到任何东西 我自己去努力 我不会了 我努力就去会 我现在做不到的 我努力我就会做到 这是练武给人的一个自信心 懂得吗 所以练武的人先天上面 练武的人不信神不信什么 他不是不信 他是不信你能够左右 所以我自己要怎样 我自己练 练武的人是这种性格 所以你就要练啊 你不能就要练啊 练的过程当中 你会酸会痛 你会爬不起来 你会腿都抬不动 你会都会 懂得吗 磨练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铁变成钢 铁没有叫啊 这么一大块铁 打成这么小的一块钢 那去掉了怎么办 那个过程就是他的痛苦过程 可是他成为钢 武术锻炼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一开始哎呀好酸啊好酸啊 那你就血就是挺 那就不要练了 这样就对我跟你讲 膝盖不要超过脚 脚踝往下去 把自己用话把自己推 推推推推起来 膝盖不要超过脚踝往下做 腹还要再大一点 可以弯 可以弯 往下做 还要做 你可以先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先在这边 然后把自己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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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对 对 这是这是用话 用前腿哦 不要用后后腿哦 用前胯推 再低 还低 再低 行吗 再低 你先练 练习 吸 吸往后 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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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后腿可以松掉 后腿可以松掉 低 你要把脚放掉 低下去 后腿可以放掉 后腿可以放掉 保持住平衡 就行了 再低 再低 你要进去了 你这个 髖髖的角度先要出来 活动度先要出来 懂得吗 你下去活动度慢慢出 哎对对对 再低 再低 哎对好 好在这边膝盖不要动了 把自己推起来 用髖关节推起来 好臭 对 好臭 晓得吗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 这样一点一滴的 我们都是这样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这样的 不是说 哦 师傅一讲我就会了 哪那么好 你可以教比较出动的行程 那你去教 教 我就教这个 你下礼拜我看看 不要教多了 教一个 你能够练 你能够练好就很不错了